冠状病毒扩散全球 至今已造成超过637万人确诊 38万人死亡 面对病毒肆虐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公开赞扬中国的抗疫表现 但美联社最新揭露 世卫官员曾私下对于中国提供的资讯不足表达不满 根据美联社掌握到的录音档内容 在疫情蔓延初期 中国有意延误通报疫情 导致世卫官员对于没能取得防止疫情扩散 所需的数据感到十分挫折 这篇报道和世卫多次赞扬中国的立场明显不同 相当讽刺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世卫组织就曾经赞扬中国的抗疫能力 世卫组织更是因为被视为挺中国 导致美国和世卫组织翻脸划清界限 不过根据美联社掌握的录音档 看来世卫组织并不完全苟同中国的作风 根据美联社 世卫组织官员曾经抱怨中国分享的资讯不足 导致该组织无法评估病毒人传人的程度 浪费了宝贵的抗疫时间 据报道 世卫官员曾经在1月6号那一个星期的会议 抱怨中国分享的资料不足 明显延误通报疫情 导致他们对于无法取得防止疫情扩散所需的数据 而感到挫折 世卫官员也认为 正是因为资讯不足 才延误了宝贵的防疫时间 此外 世卫驻中国代表高丽 曾在另一场会议中表示 中国政府直到央视公布15分钟前 才把资讯提供给世卫 而目前担任世卫组织病毒技术负责人的 美国流行病专家范科霍夫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也透露 获得的资讯很少 因此无法做出适当的判断和计划 根据美联社 世卫组织官员也曾辩论 要如何在避免激怒中国当局下 向对方施压 好让中国公布基因序列和病患详细资料 美联社的报道也提到 世卫虽然多次公开赞扬中国 但实际上 中国却是在三个不同的政府实验室 完全破解基因序列后的一个多星期 才公开资讯 而这个现象 主要归注于中国的严密资讯管控 以及中国公卫体系内部的竞争 美联社在查阅过录音等文件也发现 中国早在去年12月底 就已经启动病毒基因定序工作 无论如何 美联社的报道 对比世卫组织过去多次赞扬中国 甚至不惜和美国撕破脸的立场 略显讽刺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外交部 暂时还没有针对美联社的报道 做出回应 NTV7综合报道 整天 B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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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